大家好,我是刘备老师 今天我用YouTube Gaming不是来玩Game 而是要教你们如何写华语作文 没错,UPSR华语作文 虽然我是英文老师 但我相信我有能力教你们华语作文 因为我是一名作家 好,我纯粹只想分享一下 一些我所知道的一些创作技巧 OK,那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是UPSR这十年 OK,就是2006年到2015年 好,这个slide我是去年做的 所以我没有把去年的题目放在内 OK,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十年 UPSR的华语的命题作文 它倾向要考生,要学生写出自己的想法 OK,我的家人,我是个快乐孩子 或者是如果没有考试,如果我一双翅膀 这些都是要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OK,所以这些是UPSR的出题的趋势 比如它要求学生自由发挥 而且它着重的是创意和特别 还有高思维,就是我们所知道的KBAP OK,HOTS QUESTIONS 而且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被翻文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你可能不需要再背什么野餐记啊 什么在一个风和烈烈的早上啊 爸爸薪水来超 带我们到波德森 一路上一排排的野树下门挥挥手 好,这些翻文其实不需要再背了 而且现在考试是着重考生的自己的想法 好,这个是UPSR格式我就不讲了 OK,你们也很清楚了 OK,好,这边是一些写作的知识 OK,四个 第一个文章的构思 构思有两季 一就是寄平庸 平庸 又普通 第二个是寄无中心 就讲了写一大堆流水帐 可是呢 没有中心 就是离题了 OK 第二个文章的材料 OK,要会选择材料 所以要够要运用 然后再累计 第三呢,文章的主题 这个呢,要确立主题 要会剖题 OK,不要离题 确掉主题呢,才能够表现主题 不要写到别的题目去 然后第四呢,文章的结构 就是一个文章的那个发展 OK,就是开端 就开端就是开始了 然后到发展 就内容的发展 到故事的高潮 到结局 所以每个故事呢 都会经过这四个阶段 你不可能从开端 就想要高潮,是不是对 所以呢,是一步一步的铺陈下去 好,现在进入了一些写作的技巧 第一个 写作里面呢,要少用有 就尽量减少用这个字 有这个字 OK,你可以看到呢 上面那个例子呢 可虽然长得很漂亮 它有一头无灰的秀发 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有高高的鼻子 还有一双樱桃小嘴 所以这个有呢 就是把那个人呢 把那个外貌描写的 写得太过平面了 就好像从头写到脚 很平面 OK,不立体 所以如果把有拿掉 OK,就换成 OK 一头无灰的卷法披在肩上 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 非常迷人 加上高高的鼻子和樱桃小嘴 看起来像个混血娃娃 同学们可喜欢它了 所以这样一改的话呢 不止整个外貌的形容 变得立体之外呢 甚至呢 有加了一个修持 就是像个困血娃娃 OK,这个修持 再加上同学们对 这个女生的反应 所以让这个女生的漂亮度呢 变得更加的真实 好,第二个呢 少用成语 多描述细节 有一些自己的感受 所以一些学生呢 他们滥用成语 当然我们不是说成语不可以用 可以用 可是不要一直用一个句子 三个成语 你看今天风热烈 所以湖边的桃红利流 我感到心旷神医 所以这个成语呢 其实已经是抹杀了 那个学生自己的感受 因为成语的 其实并不是你的感受 成语只是 古人的把环境 浓缩成四个字而已 所以写作文呢 其实是不需要跳成语的 你可以把这个风和日丽啊 写成 微风轻轻浮过树林 OK,然后呢 湖面 样起了一圈圈涟漪 后面的柳树 摇着树枝 仿佛向我招手 OK,这边用的比拟 OK,比喻和比拟都有用 所以呢,这边 这样一改的话呢 就把这个环境呢 就让读者呢 让那个考官呢 觉得,哇 这感觉呢 非常正实 好,下一个 少用狠 也少用非常 因为用太多狠呢 太多非常呢 变得很 很死板 OK,所以去掉狠 尝试用其他现象来 描写这个狠生气 这个狠 OK 好,爸爸很生气 好,怎样生气呢 你可以形容爸爸的外貌 比如爸爸的额头 露起清晶 红丝布满眼白 OK,这是爸爸的脸 再加上周围的气温 周围的温度 似乎突然间沸腾了 所以呢,这边呢 就把那个很生气 就变成了一个形象化 OK 从爸爸的样子 到周围的环境的变化 所以呢,整个感觉呢 就非常的形象 非常的让读者 感受到那个 生气的 那个气氛 好,第四呢 非生物也可泥人化 一般上呢 我们常对周围的生物进行尼人化 比如耶稣在向我召售 小鸟在唱歌等等 OK,如果我们 我们现在孩子呢 是都市孩子 周围没有耶稣 没有小鸟 怎么办呢 就写我们身边的东西 比如电线杆 OK,那个钾 那个柱子 OK,比如那个柱子 那个电线杆 再欢迎我回家 或者是椅子 那个木椅子 发出刺耳的抗疫声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尼人化 尼人化 不只是把动物尼人 也可以把那种 非生物 尼人化 这样的感觉呢 会比较生动 好,第五呢 这个呢 是我的看法啦 OK,可能有些人不认同 我觉得写句子要短 一段文字呢 最好出现 六个表点符号 一个句子呢 最好不要超过五个字 OK,这个是我在写小说 学到了 如果你的句子太长 标点符号的太少 你会让那个考生 那个考官 OK,一定要批考官 觉得你的作文呢 很长期 OK,就和一堆文字 OK,看到 有点不想看得下去 所以呢 要怎样吸引那个考官呢 就是把句子 尽量切成几段 OK,比如 原本的句子 高高率的草 散发续的倾向 一根挺拔样子 看得清清楚楚 好,讲切呢 就把那个草率了 高了 散发续的倾向 一根一根 看得清清楚楚 样子很挺拔 好,这个写法呢 我觉得有些老师 可能不认同啦 OK,不过呢 我写小说呢 我会倾向于把句子 切小一点 OK,这样子 读者呢 看得明白 也愿意继续看下去 不然的话呢 一堆文字呢 读起来辛苦 而且呢 也不吸引人 对不对 好,所以呢 这些都是以上这六点呢 OK,这五点 比如少用有 少用成语 少用狠 然后呢 对周遭事情疑人化 接下来是句子要短 所以这五点呢 都是 我的一些写作的技巧 OK,的看法 好,至于要如何提升写作呢 OK 除了做模拟考验之外呢 我觉得多写日记 OK 写一些小故事 小故事 或者再记 OK,就 summary 或者尝试做标题 就看那个图片 为他做标题 或者呢 我的方法有时候 可以写一些微型小说 写微小说 这样子慢慢呢 你就会提升你的写作能力 当然写作不是为了考试 OK 写作呢 是一种乐趣 如果你很喜欢写作 就尽情的写 OK 不是为了分数 不是为了拿考A而写 好 今天我的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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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